嗨大家 今天要介绍的两本应页操作书 它们都是属于Bear and Mouse的系列 这个主题是Start the Day 然后这主题是Time for Bed 会推荐给一岁以上的孩子共读 这种应页书还有应页操作书 我都觉得是一种早买早享受的书 因为小小孩就是对这种操作 还有翻找这些动作摆完不厌 然后小时候可以把书跟孩子当作绘本共读 那等孩子已经大了开始学习拼音认字的时候 这些就变成很简单的读本 可以让孩子们学习拼音还有认字 那我们先来看这一本 Start the Day Wakey wakey, rise and shine What should we do today? 天亮咯,起床咯 今天我们要做什么事呢? Good morning mouse, good morning bear 小熊还有小老鼠互到早安 天亮了,所以窗外的景色变成怎么样? Time for breakfast What will you have? 早餐时间,你想要吃什么呢? 小老鼠想吃什么? Pop 你有看到吗? 在看一次小老鼠想要吃什么? Pop Let's get ready for the day Can you help bear? 小老鼠和小熊要准备出门了 可以帮忙小熊穿上他的外套吗? 怎么穿? 这样子就穿上咯 那接下来的部分 这本就等大家收到书 再跟孩子分享 那接着这本 Time for bed 要准备睡觉了 看,天上的星星还跑出来了呢 Bathtime is the best Where is bear? 洗澡时间是最棒的时间了 小熊在哪里呢? 找一找 小熊在哪里? The race is on to brush our teeth Who will win? 好,现在小老鼠和小熊在比赛刷牙 看谁刷得比较认真 Let's get dressed Ready for bed Can you help bear with his pajamas? 要准备上床睡觉了 那你可以帮小熊穿上他的睡衣吗? 怎么穿? 看,就穿上了 好,这一本就先介绍到这 接下来的内容 一样等爸爸妈妈收到书之后 再跟孩子们一起共读发现 接下来的内容